其實說真的,雖然我已經有準備這個免安裝版本是不是有準備很多模型了 但是我跟你講,準備在座永遠都不夠用 為什麼?因為出門就少那一天了 對不對? 真的真的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介紹一下你去哪裡找到更多的模型 那您可以從我的那個網站進來 有沒有一個免費3D模型資源 那跟它相容性最高的其實是SketchUp這一題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SketchUp? 因為SketchUp也是號稱最簡單的3D軟體 室內設計真的有很多人在用 那麼它呢,有一個就是所謂的那個叫做全球使用者的共享平台 叫做3D Warehouse 所以你進到這個網站 你進去這個網站 你可以用中文找喔 你可以用中文找,也可以用英文找 那我會比較建議老師,你找就是這樣單一個就好 你不要偷懶 這個人家都已經設計好,我就直接下載 雖然也可以啦 但是呢,這樣子你就沒什麼好改了 那它的相容性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找看看 比如說像我們101有沒有 真的有101的 有沒有很多101的 對不對?而且呢,我們台中火車站也有喔 好,我用中文找給你看 台中火車 欸,沒有喔 那個台不一樣 欸,沒有喔,那我就找火車站 有,有沒有台中火車站 這裡 下面 高雄火車站 林口火車站 我記得我們有台中火車站喔 應該有一個 可是好像沒有看到 不是這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你可以像這樣就找到你要的 找到你要的就可以把它跪進來 那 我先找比較沒有那麼多模型的 我們先找找看其他的 比如說你想要找那個 桌子 你看它裡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桌子 你可以選擇 好,不同的選擇 那,比如說你要這種桌子 我就把它按一下 好,那下載下來囉 所以我們按一下Download 來,請問老師 你覺得要下載哪一個國式 你不要忘記了 我們不叫SketchUp 只剩一個選項對不對 就是它 Corroda這個就是DAE的那個格式 DAE的格式我把它按一下 那第一次它會有個同意條款 你就同意一下 有沒有,這樣就下載下來了 它是一個VIP,有沒有 好,那下載下來 各位老師,不要麻煩 你們解壓縮 使用戰地資源壓縮黨VIP RAR就不支援 所以我現在呢 要把它叫到我們家裡面怎麼辦 你在上面先點一下 這裡 有沒有,我外面有藍色的框 表示待會我會放到這裡來 如果你點到這邊 它就會直接進到模型鋪裡面 好,那我現在呢 就點這裡 好,我從這邊 它叫做家具 模型叫家具 有沒有一個叫插入家具 按一下 出來了 一樣,偷懶的方法 拿過來 拿過來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 繼續 繼續 這裡呢 如果你希望 以後它都不要再那麼麻煩 交進來 你可以直接增加到目錄裡面 下次就從左邊交進來就好 那也可以 如果萬一這個目錄沒有 你要自己整理一個 不在這裡面 你就自己用打 打一個你自己的 它就會把你建立那個目錄 那我現在先不進去 它預設的大小 都沒有問題 繼續完成 你看 你們家有沒有多一個桌子呢 這樣有沒有簡單 所以這個是相容性最高的 最高的這個網站叫Sketchup 那另外呢 我們這裡還有 還有一個 就是在這邊 剛剛那個是類型比較廣泛 如果你要專門找家具的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Archis 3D 這個 很多 非常的多 也是它官方推薦的 你看 你可以用翻譯 有沒有 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 如果你想要 已經要睡覺的對不對 還是你要坐沙發的 床 你看我把床點一下 有沒有 超級多 來來來 你有在網邊做的嗎 自己來算一下 看到一個你覺得睡起來比較好睡 好 假設我要睡這個 我們睡簡單一點好了 點一下 有沒有這種的 按Download就好了 你看它有什麼格式 有沒有3DS 所以我只要按一下Download 好 按下載 我們找這種都是 盡量希望就是 這是 關閉 是模型 這是廣告 我看一下 它怎麼沒有出來 按一下 應該會自動下載 我們現在換一個 這裡有沒有下載 好 下載 因為它不會問你啦 不用註冊 就直接下載了 有沒有 這11.4 好 那我現在下載好了 我一樣從這邊 點到這邊 家具 插入家具 找到它 按著它過來 放進來 放進來 有沒有進來了 所以床不夠沒關係 自己喜歡玩 所以床好大一個 太大了有沒有 那你有需要再做調整 一樣 揮持比例 好 300公分 就很大一個了 這樣就可以擺進來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像這樣子 是不是你可以客製化的東西 就很多 你就不用擔心說怎麼樣 找不到 好的模型 因為 全部模型放進去 永遠還是 缺你需要的那一個 所以你就是會找比較重要 好會找比較重要 那下面還有其他的 有興趣你就可以再 參考看看